新修的劳基法 3月1日即将施行 其中的单月加班工时上限 提高到54小时 母法没有明定把关机制 而是交由工会或是劳资协商来决定 不顾劳团表示 台湾工会力量相当势为 政府希望劳工善用协商来达到劳资和谐 根本是天方夜谭 别上局私贷和工会一起拒绝过拉班表 剪裁私贷 长荣航空企业工会发起行动 点名长荣台北飞旧金山等六个航班 外站休息时数相当吃紧 近期正准备透过团体协约 要求颁表改善 能够组工会集体发声 长荣航空员员工等了好久 总算在长荣开行十六年后 去年八月成立 要打破长荣集团临工会惯例 困难重重 前年华航罢工 空服员抗争能量沸腾之际 长荣空服员也只是默默加入职业工会 直到参与人数过半 才总算跨出直接组织公司 内的企业工会这一步 不管是地勤或是空服人员考试的时候 他都会问到一个题目 就是你对你赞不赞成筹组工会 那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你要来报考长荣航空 你的标准答案大概是什么 那个过程真的很辛苦 因为即便我们现在是有 快两千八百位的会员的工会 然后在跟资方谈判的时候 其实那个过程 其实公司还是用一种很推脱拉的姿态 在面对工会 然而加入企业工会也不一定能完全确保劳工权益 受不了客运夜长工时的皮类颁表 2016年10月当时还拥有工会干部身份的范光明 主动申请劳检 向资方声讨疑似被苛扣的加班费 事后却遭到公司解雇 桃园客运回应会寄过解职处分工会干部是因为范光明有私资代班的情况 但劳动部已在去年裁决此案为不当劳动行为 而最近通过的劳基法修正案 未来将开放单月加班上限提高到54小时 交由工会或劳资协议来决定 而指定的行业只要获得劳工同意也能松绑七休一 但劳团质疑劳工根本没有对等的协商能力 工会的力量是这么视为的地方 那可是政府却一直强调说 我们可以透过劳资和谐劳资协商的方式达成这个弹性 我认为是一个天房夜谈 劳动部统计目前全国工会组织率33% 但扣除主要在替会员保劳健保的职业工会 只看企业及产业工会其实只有7%左右 尽管劳动部承诺会针对科学园区等单位 优先辅导工会成立 劳资会议等运作 但劳团认为难以想象 学者则表示新法3月1号即将上路 公会组织需要长时间累积 在法律机制不健全 现实劳动处境又糟糕的情况下 劳工有溢价能力恐怕是痴人说梦 记者黄仪金郭俊玲台北报导